超風線上的每一個點 它到一個地點F的距離 都會跟它到一條直線的距離相等 可是我在圓錐上面我看不到那個點 我也看不到那個線 這個地點在講什麼呢 我們來看下一頁 下一頁他就有告訴我 我們在講什麼 我們在講這個 學生要幹什麼問題 為了要有更好 更美好的理念 我為什麼 問不到下一頁 喔 這一頁 再下一頁 就是說拋物線被我們拿到皮面上放著之後 我們可以發現他擁有的特性是什麼 會發現拋物線他上面的每一個點 他都會到一個某一個特定的點 固定的點F 和某一個特定的線的距離會保持相當 所以這是拋物線的特性 所以我們拋物線這個地點叫做焦點 這條線我們給他進去那邊準線 好 那這個時候我們就很好奇 你從圓錐裡面拿出來的線 為什麼會有這個條件呢 在圓錐上我們可以看到這個點嗎 在圓錐上我們可以看到這條線嗎 對啊 所以在以前那個年代裡面 他怎麼把他拿出來說他補這件事情 所以他一定是在圓錐裡面發現的 所以我們現在是先這樣子告訴你 是因為你這樣子就知道 喔 拋物線要有這個特性 可是你明明知道他是從圓錐生出來的 可是在圓錐裡面我怎麼看到他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就要回到圓錐裡面去看 所以這件事情 在以前的話我們都會買那種很貴的很貴的模型 不是看完之後還是看不到 所以我們現在我們用電腦做給大家看 我們的拋物線是這樣子做出來的 大家看到 我現在可以看這個拋物線 我把它稍微放大一點 我們通過這個裡面的移動 你可以跟它產生一個結痕 那這個結痕就會產生這個曲線 我們稱這個曲線叫做拋物線 可是它會擁有剛才我講的那些的 那些特性的原因在哪邊 所以這個時候他就要開始去研究 第一件事情 你哪來的點 你今天這個拋物線哪來的點好了 你說把拋物線放在裡面上 那不就是這個裡面嗎 但在這個裡面上哪裡 還有點可以讓你看得到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希望在這個圓錐體裡面 再放一個新的東西 而這個東西也只能放這樣子 只能放它而已 那就是一顆球 你在這個圓錐體裡面放的顆球 好像隨便放都可以吧對不對 可是我現在要告訴你 我要放最大顆的那一顆球 要它能塞到多上去 而且尖尖的地方 這裡剛好碰到 這裡碰到 這裡碰到 所以你想像一下有沒有一顆球 可以這樣子塞進去 你想像一下你在吃那個 那個人家那個什麼 吃到飽的冰淇淋 所以你是挖一顆球 塞到那個圓錐裡面 也不是盡量我們裡面塞嗎 然後他告訴你說 你一個人只能 只能 你媽媽說只能吃 吃那個冰 只能撞到這裡 你就是一直往裡面塞另外 講說那顆球它不會變形 它就有一顆很大顆的球 都一定要塞進去 太大顆也不行 太小顆太浪費 太小顆可能只是塞到這邊 沒有碰到麵 所以他要塞一個足夠大 而且能碰到那個圓錐裡面 還有這個我們的裡面 所以他怎麼塞 我們來看一下 你看看過過計算 所以我就塞進去 沒有啦 這裡就算好了 這是我們塞進去的 我把它放大 好這裡就一顆球 這顆球咧 是不是就是如我所願的 我塞進去的時候 它跟這個圓錐體 它有一個結合 就是這樣切 可是切的過程中 我還要跟你的面碰到 那你想像一下這顆球 再大顆一點的話 它是不是會往外推 但是它往外推的過程中 它會跟這個面還會繼續切 不會 它會穿過去 對不對 就是不行 所以這顆球應該就是我要的 現在目前看到的最大顆球 可是這個時候咧 它也產生了 我們剛才在講拋物線 它應該有一個特定點 對不對 這個特定點的名字叫做膠底 那個特定點在哪裡呈現 就是這顆球跟這個面咧 他們有一個切點 你們看到它 就是它 所以請問一下 我們看一下 如果我們今天這個結面 如果讓它 再過去一點 拋物線就會改變 請問一下那顆球 會不會改變 也會 所以讓它進去一點 這個球會改變 但是它一直都要 吻合我們的什麼特性 那顆球的特性 就是要跟這個圓錐切 可是跟它切 明明還可以跟 上去一點點切 可是同時還要跟面切 那就只剩下這顆球 而這顆球 這個時候跟它 就會在這裡 會有一個交連 所以我現在找到這個點了嘛 對不對 只是為什麼它 上面隨便就點到它距離 都會點到一條線的距離 那線還沒出來 所以這時候我們就會問你 你猜猜看那個線會在哪裡 既然我的交連是用切的方式把它找出來 那我的線應該也是可以用切來找到它 所以這時候 你在這個圖形裡面 你有看到第二種切 只是那個切它不是切一點點 它切了一個什麼 環 你有沒有看到一個環 我有把它做出來 這裡是有一個環 這個環會產生一個面 如果你把那個面把它顏色出來 你看一下下一個 你看一下下一個 下一個 下一個 這個圖形裡面跟圓形裡面 這裡是不是會交掉一條線 那條線應該就是我要的線 要在蒙裡 中間有一些東西我就不細講 OK 所以最後呢 我要的線也有的 我要的點也有的 我現在要開始來解釋 為什麼我到那個點的距離 跟到那個線距離 我也一樣 所以 這是一平步做一平步做做的 可是我覺得大家會可以直接看這個圖形 好 請看一下 你能不能看懂為什麼它會 能符合這些事情 因為你看一下 我們現在從後面來看這個發露線 你現在橘色就是我們的發露線 那這裡會有一個我的焦點 就是球跟它焦點 好 這個焦點咧 發露線上這個點到焦點的距離 等於看到準線的距離就是這個距離 為什麼這兩個都會等長 好 因為這是在面上 所以我們需要 需要從立體的圖形去看它 所以這時候我把它拉回到立體的體狀 給大家去看一下這個形狀 你能不能解釋為什麼它會相等 好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為什麼它是相等 這個時候我們調整一下一個角度給大家看 這個地方有一個紅色的點 就是我們想要講它叫做焦點對不對 所以我們是不是希望你能解釋 橘色發露線上的點到焦點的距離 等到準線的距離 可是我現在只能告訴你 這個點到它的距離 剛好是什麼 是有一個點到這個球的切點距離對不對 先看一下 藍色上面這個點啊 我現在在講這個點 把這個點拉下去一點 這樣會讓一些線就不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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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看我調一個角度往上看這樣 好 這個角度應該很不錯 這樣線線不要看 先看這條線跟這條線 好 這一個是我的拋物線 這是拋物線上的一個點 請問一下這個點到這個切點的距離 有沒有等於這個點到這個切點的距離 好 我們先想像一下 我們國中是不是有學過 圓的外面有一個點 這個點對這個圓做的兩個切線 到底會發生什麼事 會很差 可是我們現在在立體的世界 所以這不是一個圓 這是一個球 所以我這一個點對這顆球做出來的 所有切線 會不會都一樣 會好 所以我現在想像一下 這個點算不算是這顆球外面的一個點 阿算 那我現在連到這裡 你憑什麼跟我說這個就是切 你對它做切 因為你的理所在這個皮面 切臉就在這裡阿 所以皮面上只要畫出來的線段這裡 都會是這個圓的切線阿對不對 所以這個是不是 我這個點到圓的一個切線段 好 那請問一下樓上這個環是什麼 樓上這個環不是我的圓錐跟那顆球 所結出來的切環嗎 那請問一下我現在連起來這條線 不就是我到你的這個切環 這個切線段的長度嗎 所以這時候我會不會解釋 這兩個切線段是一樣的 是不是就可以解釋出來 所以可以感受一下喔 好 那因為我們還要繼續往後看 所以我把這個點再繼續往上拉一點 如果需要讓它上去 好到這邊可以喔 所以我現在是不是順利的解釋 這個長度跟這個長度 是一樣長 好那這個時候咧 我在這個點的地方 我們有一個圓錐嘛對不對 這個圓錐我這個畫了一個圈圈 上面有一個切環 我讓這個線段的繞著它轉到後面去 我讓這一個線段長 這樣子轉到後面這裡 我從這邊繞著它轉到後面這裡 轉到這裡之後咧 我想要轉到哪個地方 我想要轉到它 到這裡的時候 可以跟這個平對平行的時候 那一瞬間 這時候可以做到這裡的時候 我就把它做平行字面記不完 想像一下喔 我做出平行字面記 做不完 所以這個時候我就可以做出這條線段 好我讓它 我現在改給它顏色 線的顏色改給你一次 欸 它 你改什麼 這個線段 這個綠色的長度欸 是我把這個長度挪過來這裡之後 對不對 所以這個時候你有沒有看到綠色那個長度欸 它其實跟對面那個東西是一樣的對不對 好這個時候我再把它翻過來這邊給大家看一下 所以我現在有沒有做出這個綠色長度跟它是一樣長 接下來我只是默默的把這個東西的PE過來移到這裡 這個時候就產生這一塊長度 這一塊長度是跟它一樣它是用皮寫的過來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是不是就合理的做出了一件事情 就是拋線上的一個點到焦點的距離跟倒數線的距離會一樣 可以嘛 可是這件事情你是在體面上知道的嗎 不是 你是在圓椎上面知道的 為什麼 因為它是在圓椎裡面被伸出來的 所以在圓椎裡面才能找到這個特性 OK 所以我現在用這種電腦去便利看這些事情 是因為要讓你知道喔 原來這件事情在圓椎裡面可以找得到 可是你現在知道之後你只要記下這個定義就好 所以你來看你只要把這個定義記好就好 可是你可以在這個立體體上看到它有一個疑問 OK 所以有有有有有稀缺的同學 你可以下課再來玩這個軟體 OK 好 所以我們回到這裡 所以拋線的定義我們現在可以接受這一件事情 可以了 因為它是組合 只要拋線上有一個點 它到焦點的距離跟到準確距離會一樣 這時候它就是拋線的特性 OK 所以拋線呢它會有兩個很重要的特徵 第一個特徵就是它要有焦點跟準確距離 好 所以這個時候我就可以從這邊開始 然後有焦點跟準確距離 所以有焦點有準確距離我就可以開始 位置你的包覆線 因為接下來每一個點都會滿足到焦點距離等到準確距離 好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就會看到 這個Fi跟它準確距離會多出一條追值的線 好 那這條線會讓包覆線產生對勝 所以我們趁這條線的叫做軸 就是拋物線上面會有幾個比較專業的名字 就是這個曲線叫做包覆線 那這一條線叫做軸 軸會通過焦點 好 那軸呢它本身跟拋物線呢 也會焦了一個點 那這個點呢我們給它一個名字叫做點點 它的代號就有P 就這樣 好 那還有什麼樣的專業名字而已 我們有找一個頂點 接下來還有一個叫焦距 我們後來發現焦點跟頂點的中間有一個線段長 那這個線段長呢我們給它一個名稱 這個長度叫做焦距 所以焦距是一個長度 這個長度叫做焦距 好 可是為了方便以後我們行動它 我們也給它一個符號叫做C絕對值 好 那為什麼要加絕對值 因為我們之後呢 我們會希望再放成那個什麼寫 拋物線的方程式啊 那這個之後還寫拋物線的方程式裡面呢 C的正步號剛好可以幫助我們了解它拋物線的開口方向 所以我如果它的正步號會決定開口方向 那我讓它的絕對值就決定它的長度量 所以我們讓焦距跟那個什麼 理解的距離就稱為焦距C 好 那這個時候我們可以確定這件事情 如果這個長度是C 那我告訴你這個長度也會是C 這個長度也會是C 原因很簡單 因為0點就是拋物線上的點 0點是拋物線上的點 所以如果拋物線上的點到它的距離現在叫做C 那它到主線剛好這點是垂直 所以這個垂直距離也會是C 所以它要符號 不過到你的距離跟符號它的距離要一樣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可以得到這一段長叫做2C 這段長叫做2C C 所以就是2C OK 這樣子的問題 好 那之後我們再介紹幾個長遠名詞 那其中一個名詞叫做弦 弦的話從以前就知道 圓裡面就有弦 好 弦是什麼咧 只要在曲線上隨便找兩個點 將它連接起來 這個就叫做弦 好 這就叫弦 好 可是有一種弦咧它就很特別 它通過了點 F 那我們就稱這個叫做膠選 只要你的弦咧有通過膠點 那我們就稱為膠選 就這樣 好 那通過膠點叫做膠選之外咧 如果不小心通過膠點的同時咧 還跟我的走垂直 這個時候它的名詞就特別了 看一下 如果通過膠點 而且又跟它的走路發生垂直這些事情的話 這個我們給它用TK 這時候現在TK 我們就稱它叫做正膠選 好 所以通過膠點的叫做膠選 沒有通過膠點的叫做顯而已 那如果通過膠點之後又垂直走的話 那你就稱為正膠選 那這時候正膠選 它就有一些事情可以跟大家討論 就是 其他的血呢 有很多種 通過膠點的血也很多種 它長度不一 但是正膠選好像就只有這一條橘色 所以我們就很好奇 這個正膠選長 它的長度到底是多大欸 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稍微研究一下 這個研究過程中你可以發現這些事情 其實正膠選的長度 我知道這兩段長很長 因為它是一種對稱複顯 所以這兩個點呢 是對稱點 為什麼 因為你的連起來已經跟對稱走垂直 就是對稱點 所以表示這一段長跟這段長一樣 而紫色這一段長度欸 剛好你又是拋物線上的點到膠點的距離 其實它也會等於它到哪裡的距離 到主線的距離 所以這裡它也會等於這些距離 好 那這個時候咧 我們就開始來研究這個形狀 哪一個形狀 稍微用眼光理 把揮一下 我們發現這個形狀是一個正方形 好 為什麼它會是一個正方形 因為這裡有90度 因為我到主線的垂直距離 所以這裡有90度 而這裡咧 因為這是走的話 主線當然是會有90度 而這裡咧 因為你是正教學 所以這裡又有一個90度 就是要有90度 可以被拉近 所以第三個 第四個一定是90度 所以這是一個什麼 這是一個長方形 可是它為什麼又會從長方形變成正方形呢 是因為你剛才跟我說 這一段跟這一段一樣長 所以當長方形的離別等長的時候 它就要有正方形 所以如果它 你只要說正方形的話 那這個2C的長 就可以給你用 它既然可以給你用 因為你是正方形 所以我也可以給它用 所以這個時候 你就會發現正教學長的一半 這裡就是2C 所以養肺的話 就會想這種10C 這個時候就化碎了 所以誒 這教學長多少C型 所以我們 我們都會給它教學對值 因為我們之後寫方形式的時候會有關 OK 所以這教學長就是C型 好 所以拋物件的形狀來源 就在這邊 我們這樣子就整個看得很清楚 一清二楚 所以拋物件它用了這個重要的特徵 好 到這邊我們0 所以你今天隨便畫一個曲線 為什麼它畫出來它不像拋物件 我可以跟你講 拋物件如果要畫得像 一定要有一個特徵 那個特徵就是要有焦點要有曲線 好 所以它就會讓你產生一個形狀出來 就叫做1比2的形狀 有沒有看到這裡是1C 這裡是2C 這邊1比2對不對 所以在拋物件裡面 你會發現 它到焦點的距離 跟到這裏正教學人生的地 會有一個1比2的比例 所以你如果真的要畫出一個 讓人家看起來 它就像一個拋物件的話 我的建議是怎麼畫的 你先決定一個焦點 要決定一個頂點 點接起來之後 在這裡畫2倍長 這裡再畫2倍長 這時候你的拋物件再畫出來 這個時候 你的準線會在哪裡 你的準線會在 再一個C再過來 這 這時候欸 你就不會洩露 這個問題 老師 你不是說隨便一個點 到焦點的距離 跟到主線的距離一樣 這個時候畫起來 你就會覺得 連對還蠻像的 對不對 還蠻像的 可是一般人欸 你在畫拋物件的時候 你都喜歡這樣子畫 你們都會這樣畫 如果你沒有這樣畫的話 你就會這樣產生動畫 我有一個拋物件 它是焦點 這是主線 好這樣 那這時候你就說 欸不是 這段這段很長 變像的 看起來就不像 這畫的有問題嗎 你只要能抓到1比2的比例的感覺的話 這個時候 你隨便找一個點 倒下去 再倒下去 看起來就會很像 看起來就會很像 所以我舉個例子 你看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這也蠻像的 好這樣我自己講 好隨便 差不多是這樣 1比2這個特性可以感覺出來 對不對 好這樣問題 所以用1比2去看那個 看拋物件這件事情大家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 好那光這幾點啊 我們拋物件我就幾乎交完了 13方的事還沒講而已 所以拋物件呢 它的特性就是長這樣好 那樓下這邊呢 有一個 畫拋物件的工具 好那 我把這個不貼上來 是因為這幾年齁 在考應該說不是這幾年 就是從去年開始啊 跟今年的學測啊 他都有一件事情發生 就是他希望考考數學 不要考得太標樁 不要考得太難 因為圓椎曲線在過去的 同體裡面 我們以前學測喔 你這樣子看過來喔 我們可以系數出來 幾次大屠殺 97年跟98年跟103年 那都是學測數學超難的幾年 那其中97年跟98年 他數學之所以會很難 是因為他的圓椎曲線的體積超級難的 齁 所以那個時候圓椎曲線就是很難為規矩 最後圓椎曲線 大家就把它當成是一種 把學生折磨的鑰匙要聞 可是後來是最近幾年 他把圓椎曲線的幾個東西打掉 之後圓椎曲線 他變得越來越重視的是觀念跟感覺 所以我剛才為什麼要讓你去看到 那個圓椎上面 他會產生那個原因 就是因為 那個就是他的來源 如果當今天考試的時候 他畫了一個圓椎 然後你去看的時候 你至少有看過你也看得懂 齁 再來第二個就是 圓椎 拋物線他也有他的定義 所以這個時候如果他考了一個素養 他告訴你說 我今天有一個工具 這個工具他是拿來畫拋物線的 請問一下 你為什麼知道他在拋拋物線 所以你要先看懂這個工具 他擁有的特徵是什麼 你看一下這個工具齁 他為什麼他畫出來叫做拋物線 他為什麼他畫出來是拋物線 你可以想一下一下 以拋物線來講的話 我可以知道這個紅色線斷場 應該要跟這個紅色線斷場一樣長 對不對 是不是應該要一樣長 所以我們現在再把這個工具放大 好 那我們現在來介紹一下他的工具的樣子 為了方便說 我開始把他工具描一下 好 這是一個工具 這個工具他一開始是放在這裡 他放在這裡 可是放在這裡的話 你大家在幹嘛 所以我先把他放在這裡 這樣子 這個工具他本身呢 他有一個 他有一個釘 他有兩個釘子 第一個釘子會放在這裡 Q 另外一個勒 他會有一個可以鬆動的釘子 會放在這裡 這個叫做A 這個叫做M 那Q跟M中間勒 他會有一個繩子 拉得很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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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剛 他要開始畫這個拋物線的時候 他會怎麼樣呢 他會把這把直 這個地方 他是一個可以靠在這個桌子的邊邊的東西 所以他靠著之後 他就可以開始提起移動 那這裡也是直角 所以這裡是直角畫 那他剛開始畫的時候 他會怎麼畫 他會開始先把這個M點的D字拔掉 他把這個D字拔掉之後 拿去黏在哪裡 他會放在M字上 然後一開始就把它放在M字上 所以 他一開始 的形狀 欸我錯錯了 他會把這個M的地方拔掉 放在那個F的身上 很難過 他會把這個M點拿掉 拔在F的身上 請問一下這個時候 這個綠色這條線是不是就鬆滑 鬆鬆滑滑的 水下來對不對 所以這個時候 他就會把它 抹下來 放在這裡 那樣的身子 我不要把那樣的身子擦掉 他現在那個身子的樣子 會講成這個樣子 因為 我定在這裡 所以這個身子 就是這樣子 鬆鬆滑滑的放在這裡 這時候 我就把他 放在他身上 硬著頭皮 把他拉直拉直拉直 這個時候就會畫出一個點在這裡 他就會畫出一個點在這裡 他就會畫出一個點在這裡 這時候你把那種鬆滑滑滑的 用筆呢 去把它拉直拉直 連到邊邊的時候 什麼時候可以把它拉成一直線一直線 那個地方你的筆就會畫出符號 因為這個時候你知道 你整段廠就是QM這麼長 現在缺少的 這一段廠已經被這個地方吃掉了對不對 這個地方吃掉 所以這個時候的這個長度 跟這個長度會是一樣的 所以當你把這個 把他撕在往旁邊移動的時候 這個地方 就會開始往上滑 就會一直畫出來 一直畫出來 我先你抓一下這個感覺 這個工具的話 目前我已經在 請你們幫我做了 就是 到時候我會 我會做一個給大家畫畫看 因為 因為我覺得 實際操作過一次會比較好 可是我要去找兩分分子 所以 我請我爸去公園館看看 我爸是常常去公園館 OK 好 現在到時候 我會可以看一下這個教訓 OK 這樣問題 好 那問題的話 我們就來看一下 老師你這個地方花那麼多時間久 那到底很重要嗎 那超重要的啊 學者就考得好 那第一條 換第一 他問你請問一下焦點在哪裡 這是學者的體驗 那這一體驗它說下面有四五個點 請問一下焦點在哪裡 那我要先講 如果AB6把他列入考慮的話 那我想 這個 很不適合念高中 焦點我都知道他應該在哪裡 他怎麼可能選A選B 所以我看他拿出來是修理 結果那一年大跑中心統計出來 我還真的有選A和B 不知道在幹嘛 他用柴眼 所以如果讓你選的話 你現在會選誰 C出衣都可以選 那最後大家會選誰 會選豬好 因為你抓到剛才我講過的精神 哪一個精神 你比較很好 對 我也知道你們會選他的 所以你就大跑中心 他那個時候考這一題 超簡單的當然都會 但他下次要考要怎麼考 所以他下次要考要怎麼考 我告訴你就是下面這一題 請問下 你都不會做 我不讓你請你幫我找出來 他會在哪裡 他說如果現在請你用詞規重圖 找出下圖焦點的所在位置基準線 你怎麼找 當然你會說老師 學測又不會有重做圖的體格 可是你今天如果去面試的時候 他可以叫你講出來 所以你怎麼講他 所以這一題要找出來跟你上一題 不會知道答案的原因很像 OK 這要怎麼找出來 所以有一個方法嘛 你就看你瞎子摸下嘛 老師你想要找1比2好 所以我就做一個長度 這裡是1 這裡是2 可以 才差那麼一點點齁 那所以我可能要再做長一點點了對不對 所以你看我現在在做這個1比2有沒有很假 有很像 可是還差那麼一點點 你不能將就嘛 對不對 所以這個時候你可能就是說 那我的1再長一點點 那這個時候他的2就會再長一點點 對不對 這個時候有可能就碰到 可是你這個東西是怎麼來的啊 是不斷的嘗試欸 可是不斷的嘗試這件事情 是指規作主的精神嗎 應該不是吧 對不對 你以前指規作主會這樣子做嗎 以前不是有一種很有名的問題嗎 小明不小心把媽媽的盤子打破了 所以他想要再去定製一個 可是他不知道半生多少 對不對 所以那個時候呢 應該怎麼找到這個圓的圓心 對不對 所以我說 我隨便跟那個人說 就隨便點一個點啊 用圓櫃亮亮看嘛 然後如果這個時候畫出來就圓 哇不對齁 那再重新遞一個圓櫃 我說可以啊 沒錯啊 我跟你講 你帶的工匠都是這樣子做的 你以為工匠數學很好啊 沒有他也沒有數學多好啊 所以他只會做什麼 那就是慢慢做嘛 他說隨便找一個地方當圓心 那連連看 欸不對齁 那再畫一個圓心 那用一個畫一劑再畫 欸 剛好可以去到他就找到了 對不對 所以如果你沒有辦法 你就只能這樣子出來 所以我們今天這題要找到這一件事情 1比2 會不會難找 真的很難找 如果你要慢慢做的話 還蠻難找 可是欸 我就真的是慢慢做 就是隨便做 我就說 我現在決定找回一個東西 長度就是1 我做好 接下來 你會希望 往這裡垂直的方向 長度這樣2對不對 那我就開始垂直的方向 我就做出來 1 一樣長 再做長度2 一樣長 這個時候說 啊 你看你原來在那邊 取得太大了對不對 太大也沒關係 沒關係 這個時候 你就這個時候做一件事情 你將這兩個點連接起來 你要的地方去找找 因為 這裡有一個焦點 啊 你為什麼要找這個焦點 可以給我們將重點 因為它連下來 這 你要的1比2就是往這這一個 所以請問一下看有沒有1比2 哇 應該是下次醒啊 你懂我意思嗎 所以有時候你在想一個問題的時候 你要有一個sense喔 你要有一個sense喔 就是 你一定會想到最好的方法吧 錯 你可能會想到不好的方法 可是你的不好的方法 可以修正成好的方法 你懂我意思嗎 所以像這個 我知道要找1比2 那我最爛的方法就是 我慢慢的找到 剛剛好1比2的地方 那可是我現在沒找到剛剛好的時候 我可以用詳詞來修正它對不對 所以這就是它的技巧 好像這一點 大家都 好 那有人就說 老師給我老師 可是老師我剛才做1比2的時候 就剛好可以請到了 以指規作主的精神來講 如果剛剛好的話就 我們都建議怎麼樣 重畫 要畫這 不能畫剛剛好的指規作主 你懂嗎 對不對 你還記不記得我 因為我以前有交過普通 我都跟他們講 是不是 怎麼 以AB2點為原 新式浪產為半徑 各畫一股交2點 畫出來 就得到終點 結果我的同學說 老師我交起來只有1點 我說你白癡啊 你不交到這個對不對 我說好 你交到神戶奇蹟 你不小心 就隨便決定一個半徑 就找到終點了 但是請你擦掉重做 對 為什麼 因為我們不接受這件事情 對 好 什麼東西是一公文 剛好我們都會在open喔 嗯 太厲害了 OK 所以只要是指規作 你就不要 不要做那個 你用一公文兩個open 畫出來剛剛好 所以你就畫一個 誇張一點的 就可以發現 可以了吧 這樣不是厲害 所以 毫無限呢 它的1比2的特性 就在這邊可以看到 那我既然可以知道1比2 那這個時候 我們就來想 準線在哪裡 那準線就是 把這個紅色長度 再放到一杯就好啦 在這裡啦 之後在這裡 再做一條隨時線好 這條線就是準線 所以有焦距就有準線 有焦距就有焦底 OK 所以這一題它的特性就在這裡 好 那我們今天這一點呢 做出來是因為我有 我有對勝軸 我有對勝軸 所以曾經有人問過說 老師那如果沒有對勝軸 怎麼辦 我跟你講我也不知道 大概就 好 那下一題 好 等一下我們就回到上面 那這裡呢 我們也可以來看一下喔 因為抗線它上面的點 都擁有一個特性 就是到焦點的距離 到準線的距離 所以我們可以解釋成什麼 抗線上哪一個點 離準線最近 為什麼 因為你到焦點去 就是到準線去 所以當有人問你說 我要到焦點最近 那你就是要到準線最近 所以準線就是這條線 所以他離這條線 最近的那個人是誰 你就引起的移動過來 第一個報告就是他 所以引點就是離焦點最近的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 抗線上離焦點最近的距離 就是喜 就是體驗 這樣可以喔 所以我們這個時候 明天要講的 算第二次出來 火星繞行地球 這個 正常在繞行地球 他這裡有講到 字幕詞文明顯示